永远不压住中国衰弱 说这个话的是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 从12月5日起 新加坡副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勋才访华为期四天 据新加坡联合早报此前介绍 黄勋才已被正式确立为 新加坡第四代领导团队领军人物 现任总理李显龙的接班人 这是他首次以这个身份率团访华 12月7日 他在天津与中方共同主持新中双边合作会议 在两国今年3月将双边关系提升为 全方位高质量的前瞻性伙伴关系后 进一步推进合作 双方宣布达成进一步升级自由贸易协定的议定书 互免持普通护照人员签证30天等24项成果 黄勋才8日结束访华行程前 在北京接受新加坡媒体采访 被问及国际机构预计中国经济增长将在中长期放缓 这会如何影响心中双边合作时 黄勋才说 永远不要压住中国会衰弱 他表示 这是因为中国经济规模巨大 在先进制造 绿色经济等领域有很多优势 此外 中国还有如此巨大的市场 报道还称 黄勋才表示 中国将继续是一个能为双边合作提供巨大机会的经济体 他说 新加坡对华投资继续保持非常好的势头 房地产方面的投资确实少了 但对实体经济的投资 包括制造业 物流 绿色经济 可再生能源等领域 都保持非常好的势头 他补充说 这说明了心中之间存在的机会 投资者 企业 能看到这些机会 从政府的角度 我们会通过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 以及其他合作机制 为这类互惠伙伴关系提供框架 黄勋才 1972年出生于新加坡 祖籍中国海南 他的父亲于上世纪40年代离开海南 来到当时的马来亚协助做厨师的爷爷 虽然是华裔 黄勋才的中文却是在进入学校后才学会的 他曾透露 从小在家 他是用英语和马来语与父母沟通的 自小缺少讲中文的环境 所以后来在学中文时显得相当吃力 但经过努力 如今已经能用中文进行准确的表达 在担任副总理后 他也多次使用中文进行演讲 2022年4月14日 黄勋才正式获推举 成为第四代领导层团队的领军人物 李显龙当时就以明确表示 无论自己在大选前还是大选后交棒 黄勋才都是下一任总理人选 新一任领导层上任后 新加坡能否坚持目前的外交政策引发关注 虽然只有350万居民 但是新加坡位居马六甲海峡要到 全球30%的货物都需要途径此地 此外 新加坡在东盟中也有重要发言权 其立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东盟的对外政策 新加坡长期在中美之间保持平衡 既与美国有防卫合作 也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8月11日 外长王毅访问新加坡时会见了李显龙及黄勋才 新加坡外交部声明称 中新双方承诺将扩大合作 并确认共同建设开放、和平、包容的区域 中国外交部声明也表示 新加坡支持东盟与中国深化合作 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发展 对于中美关系 黄勋才最新表态是在8月14日 他在纪念李光耀百岁诞辰的活动上表示 美国的对华政策将成为世界上的重大议题 考虑到美国与中国的极端竞争 新加坡担心会出现什么问题 而且这种问题是动态的 因为一个国家做了什么 另一个国家可以报复 黄勋才说 由于中美之间的极端竞争 目前正在形成的动态将把我们引向一条 对全球经济来说是灾难性的道路 他解释称 由于世界对在双边争端中使用金融措施 没有太多过往的经验 就像当前中美竞争这种情况 因此 尽管各国普遍已意识到 使用某些手段会造成附带损害 但这些附带损害究竟是什么 尚不清楚 当被问及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起的科技限制 会对中国产生何种影响时 黄勋才认为 中国再包括军事领域的各种现代化努力 不太可能因此而脱离正确轨道 他说 在执行 实力消耗和可靠性方面 会有一个协调的过程 但你可以设计一个变通的解决方案 是的 这将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中国获得高端技术能力的速度 但这 不会永远压制中国 当被问及 若台海发生冲突 新加坡将采取何种立场时 黄勋才表示 他不想被卷入这种假设的情况 他强调 新加坡坚持一个中国政策 就像该地区其他国家坚持的那样 黄勋才 无疑是一批最终出现的黑马 他出身于普通家庭 同年就读在邻里学校 接受的是非精英教育 他的政坛根基不厚 为公务员出身 直到2011年当选为国会议员 才转型为政治人物 从之前的默默无闻 到如今的局势瞩目 他缘何接过李显龙手中这一棒 成为下一届领导班子的领头羊 真正被公众所广泛熟知 要追溯到2021年 他作为疫情跨部门工作小组的联席主席 推行同时保障民众生命和生计的政策 新加坡因此成为少数几个 平稳度过疫情危机的国家之一 接地气而富有人情味的人格魅力 令他赢得公众共情 书虫 吉他手和爱狗人士 黄勋才在自己的埃及上如是介绍 不同于精英政客的冷酷气质 他温柔亲民 更像是个普通人 他在社交平台上展示自己在小贩中心吃饭 和小动物微笑握手互动的画面 他热爱吉他 这也是他选择美国 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原因 甚至还曾在街头弹吉他卖艺 他感性坦率 谈到前线疫情工作者的付出时 他哽咽近三分钟 泪洒国会 令民众深深动容 从2005年担任李显龙的私人秘书 而身货总理赏识和信任后 步入政坛高层 到2011年 其团队获得66.6%的支持率 而以此为转折 先后在至少八个部门 担任领导职位 成为重点培养对象 他一步步迈向政治高峰 考虑到黄巡才的背景 风格 以及李显龙传下来的既有政治 估计黄巡才今后 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会增强 而不会削弱 无论是在情感方面 还是在利益方面 他都会推行一个适度的 中国优先的政策 那么他在国际事务中 大概率会较多地表明 对美国的支持 但是在区域事务中 比如说在中国与东盟事务 以及亚太事务中 他会适当地偏向中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 别忘记点赞 分享 订阅 你们动动手指 对我可是意义重大 就这样 我们下期见